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盟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新英說,樓價聲又買不到,樓價跌更加買不到 因為很多人連工都補不到 這個邏輯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有人說我很雙重標準,支持美國的懶民進去 不支持香港輸入外勞 這個指控是不成立的 其實我不是反對在香港輸入外勞 其實我一定要說清楚 我在香港的情況,我經常都會說 你用本來有的機制去輸入外勞,我不會反對 還有就是,我經常都說,如果你在香港流動力不夠 其實應該是給一些新移民來的 給一些新移民來香港,我都沒有反對這件事 其實是 其實有些人說我講什麼 有一件事就是聽一點不聽一點 另外就是,聽一半以為知道我講什麼 然後就麻煩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也很慘 其實,我也經常說一件事就是 如果樓價跌的話 其實真正的傷的人 是中下層的人 我講過很多次 有些人不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樓價跌的話 其實,實際上 本來這個經濟現象 本來這個經濟現象 最傷的都不是 底層的人,沒有樓 也不是中產的 真正的中產,他們 可能不止一間樓 最慘的是 剛剛買了居屋的人 剛剛買了居屋的人 嚴格來說是中下層的人 在社會上 買了居屋的人 其實有些是很慘的 本來是住公屋的 然後就看到 不合資格了 其實公屋的不合資格有幾個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 盡量攀爬自業階梯 這是林鄭月娥主張的 爬自業階梯 你聽政府說 爬自業階梯的人 在這年半都是很慘的 我講過的現實 還有 社會現在 政府拿出一些政策 根本是 中下層的人 你中下層的人 你用了一年半的時間來咬 你覺得那些人沒有反應嗎 我覺得 很有趣的 建制派有些人在不斷吹 說什麼事都沒有 說沒事的 現在很好 由自給興 你問每一個中下層的人 都不會有一個跟你說 現在是由自給興 他們真的相信由自給興 其實現在 特區政府和 香港那些政策做了出來的事情 已經令到 中下層的人都沒有信心 第一 輸入外勞 全部都是針對中下層的人 那些公司 好了 第二件事 現在 搞那個 高財通 高財通本來我也不反對 但是有些消息傳出來 我看到 香港也是糟糕 高財通在盧聯那邊出來說 盧聯他們 真的 他們說有人去應徵他們做幹事 這是盧聯的消息 我看到 高財通無端端怎麼會走過來 去應徵做盧聯的幹事呢? 這個 我真的要多謝盧聯的立法會議員 盧聯的立法會議員 我認為 他們真的是做實事的 他 林振昇就說 他就說 近日盧聯的招聘電郵 收到一些高財的求職信 本來這個高財通的人 就是做生物科技的高財人士 但是 他 就應徵做盧聯的工會幹事 你說現在是大不大鑊 你說現在是死不死 那好了 現在真的是大波領落 究竟高財要申請的工是多少錢呢? 林振昇就說 18000至20,000 原來那些高財通下來香港 他是沒有辦法找回他本業的 他本身做生物科技 他沒有辦法做本身的工作 他竟然要去應徵做盧聯的工作 還要是月薪得18000至20000元 他比去做甲送師更差 你說多糟糕 我最初覺得這個高財通應該沒事的 應該幫到香港 你到底現在 這樣踢爆他 是糟糕了 你看到這樣就糟糕了 CM James Ho說現在自入慶就是真的 我不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很慶 其實我知道 其實我講得很溫和很多話 有些人說我很極端 你根本就沒有見過香港 現在被政府捏得 抓頸就命的人 如果你有見過那些人 你就根本就會知道 現實是怎樣的 那些穩食車司機去買個飯盒 急急買個飯盒 哈哈 急急買個飯盒 又被人抄牌 急急買個飯盒 又被人抄牌 哈哈哈哈 你說多糟糕 那麼 高財通有沒有被濫用 林鎮聲有問 其實高財通這件事 其實是變成踏腳石的 其實我有說 但是我也認為算了 沒有所謂 我不會每樣都說政府做得不對 你請高財通 有人來申請 吸引到人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國內 就算是幫人搞新加坡移民的公司 第一件事叫人做的 現在也是 你申請了高財通 然後再在香港搞新加坡 現在那些做移民的公司 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我也說過現實 現在是這樣的 就是 就是 你香港做踏腳石 為什麼我也覺得 沒有所謂 始終香港也過手濕腳 至少也能撿到一些好處 算了 這些我也覺得 沒有所謂了 但是 現在不是 現在糟糕了 現在高財通 立法會又有口頭質詢 那 林振昇 這其實是 之前那星期的事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留意 林振昇說 高財通的成效 不是官方宣佈批出多少宗 關鍵是 這個高財有沒有 入職國家十四五規劃的 八大中心行業 其實八大中心的行業 是不是真的 搞得到呢 八大中心是什麼 現在一定要說清楚 八大中心 是什麼 就是 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還有就是 國際貿易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 國際航空樞紐 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和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些 看起來不是 現在是很糟糕的 也感謝Jacky Leung你的支持 那現在 林振昇就說 我們那個勞聯招聘電郵 收到這樣的高財人士求職 那其實 你那個高財會不會 濫了一點點呢 會不會 濫了一點點呢 現在是很糟糕的 因為現在是 那 勞聯 他們 當然看到這個應徵 其實他們都覺得很糟糕 因為你和勞聯沒有關聯 做事的經驗 但是 都是糟糕的 結果有一班人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做到他們做的行業 其實香港本身現在都有問題 其實我昨天 在《正向分析七中罪》的節目中 有說過一個個案 就是 一個本來是高中產的人士 他本來的收入是很高的 疫情開始的時候 就沒有了一份工 之後 其實一直都找不到 他做開那類的工 好了 一直都找不到做開那類的工 那他跟著怎麼樣呢 他當然是炒散 還有食谷種 炒散加食谷種 是助食山崩的 那個幫友是很慘的 其實是助食山崩 結果是掉下去 要申請公屋的 其實本地人都這麼慘 我就告訴大家 是很糟糕的 是很糟糕的 衰騰景一就說 新加坡男性好像要兵疫 有什麼好 你有三高的人 兵疫都不收你的 你身體有問題的人 兵疫都不收你的 我不要踢爆那些人 不過算了 踢爆一下他們 其實他們要找醫生 有錢的人要找醫生寫一張 說他不適合 服兵疫有多難 就是 衰騰景一 這些是有辦法做得到的 這些是移民造界的話術 哈哈哈 沒問題的 我們有認識醫生幫你搞 哈哈哈 要服兵疫 哈哈哈 有辦法的 不用做的 包你不用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沙英就說 疫情這三年 很多人吃了自己腦底 大部分人都吃了自己腦底 其實每個人都打算 疫情結束之後 特區政府會OK 做一些事情 疫情期間 說真的 疫情期間 是不是主要搞國安 也不是 疫情期間就是主要搞疫情 反而沒那麼死 然後 好了 開關之後 一本 90%的力量都去搞國安 你看得到 90%的努力都去搞國安 因為什麼都要加國安進去 國安是滲入了香港人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在Google 打National Security Law 就是打國安法 全部收回來的結果 都是在香港的 哈哈哈 我不是說笑的 是真的 哈哈哈 就是你在Google 打National Security Law 你在任何西方國家 我已經測試過了 用這個 哈哈哈 用這個 VPN 你打National Security Law 全部都是說香港的 哈哈哈 就是說現在 你說國安法 英文說國安法 已經等同是香港的特產 哈哈哈 你說死不死 就是 究竟 你特區政府的官員 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後果是什麼 你用了一年半去講國安 年半的時間 不斷高調唱 高調去搞國安 結果在Google 就是你打National Security Law 全部打National Security Law 頭十條全部都是香港的 哈哈哈 跟香港有關的 你說自己死不死 你這樣反對23條 我不是反對23條 我是告訴你 你不要再亂搞了 你再亂搞的話 你不斷跟別人說 搞完之後 香港可以集中精力 拼經濟 可能你搞完之後 香港死了 再被你亂搞的話 可能死了 哈哈哈 我也講過事實 哈哈哈 那麼 Admum就說 但是SG是很強的 第二代開始不服的話 連passport也沒有 那麼 復兵役也不是什麼壞事 很坦白地說 他也會因應你那個 人是怎樣去做的 因為我認識一些新加坡人 都移了文來這裡 他復兵役 我不知道現在可以不可以 以前應該可以的 以前呢 復兵役可以去做警察的 哈哈哈 真的 他做警察好像復兵役的一種 他可以去做警察 做警察有錢收 哈哈哈 我們這裡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 在新加坡移民過來的 那他復兵役的時候 因為他聊天 問他 在新加坡有沒有復兵役 他說沒有 我們做警察不用復兵役的 哈哈哈 做警察不用復兵役 但是他當然是做警察之後 當然是去讀大學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 究竟新加坡是怎樣 不知道 不過高才通 其實 是踏腳石來的 對很多人來說 我也講過現實 其實公開的秘密 根本不需要不斷強調 但是 他在立法會上問 其實這塊遮蔽布 都拔開了 哈哈哈 或者 用這個內地的說法撕破了窗戶子 哈哈哈 這個特區政府的窗戶子都撕破了 哈哈哈 我也是拆勞聯 這件事 好了 好了 剛剛Ticky Wong說 政府是這樣的 市民又想起黎明 等待黎明 哈哈哈 哈哈哈 現在 不知道怎樣 你說之後會不會好 他們當然是個個都說好的 現在立法會都沒有人說不好 個個都說好 然後政界說 為什麼一定要 從政的人不斷說 為什麼現在一定要23條 如果沒有23條 香港很危險 我就知道現在香港很多人的經濟是不行的 就是個人的經濟是搞不定的 我就不知道香港有什麼國安風險 還有那些國安重犯 很多人都自己逃走了 哈哈哈 究竟你做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經常這麼高調說 這麼高調做 實際上你做到出來的事情 就是周庭也逃走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還有呢 然後呢 鍾翰林也逃走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到底國安做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其他話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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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